收看 创意理財近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七五赵 我是法王裴硕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这个地方我们说 它有另一个脉动往上推升 那现在正在进行中 还是往上走 好 那我说这一段呢 不管它是从这个地方低点呢 最低点大A波落底处 大B波开始 我说这一二三四 第五波 那如果这个是第五波的话 它是一个大中小 没有问题 那我说如果是一个大三段的结构 那我反弹一个大的ABC三段的结构 这是第一段 这是第二段 那第三段的话 走这样的话 大概有机会走五小波 走五小波 现在是C之一二 那C之三 好 目前大概我们就主张 这样的规划 那也延续这样一直在操作当中 那目前盘氏也照这样的结构呢 正在运行当中 这都现在进行试 现在进行试 那当然我说涨多那细微波卖动 你不要过去追高 涨多它会拉回 拉回呢 注意它的买点 拉回出去卖点 从期望来看 这三月六号我说这边 这一天呢正式表态了 正式表态 那正式表态我说这个地方往上走 要不要很简单的结构 就从第一点一二六五二上来 一二三四五波 第五波 现在第五波 因为这个时间整理的也够久 大概一个月 这边也是大概一个月 所以这个结构这样还可以接受 等于是一个一二三四五波 那这样就会大中小 这一段 这一段走完的话 大中小走完的话 你注意它可能 拉回的幅度会稍微大一点点 那可是它初期拉回 就是还是在这一曲 比如说涨完以后 它初期拉回的 所以这个初期的结构 一个AB 那个都没有关系 如果说它是一个大中小的结构 我们教你怎么来应对进退 如果说现在这个结构 它只是在所属一个大中小的结构 一二三四现在走第五波 那第五波 你如果没有看出来它怎么结束 这突然之间就结束了 那你怎么来应对 因为如果第五波出去 我跟你讲 你这个一二三四 第五波出去 万一它很短 好 没关系 我说它第一次拉回来 来回撤这一区的话 它就重叠了 你这一波就结束了 对不对 那结束以后怎么样 我说那个A波回来 然后B波 这边AB7的话都AB AB这两个脉动 都还有很有时间 你可以很聪明的去调节换骨 没有问题 好 去把它获利拔挡 这个都没有问题 那当然这样的结构 一个AAB这两波 你还可以去处理 对不对 那个C波下来你就要避开 就这么简单 如果说它是一个 一二三四五波的话 好 那如果 我说一样这三一六要表态 往上对不对 这都另一段推动没有问题 我说这两个结构都是往上推 那现在这往上推怎么推 我说如果是一个大三段的 大三段一个A B C大三段的 这个C波可能会走无小坡 那走无小坡现在C之一 C之二这C之三 C之三出去以后 它那个拉回 它一定不会来重叠这一区 我讲这样比较快 它推出去以后拉回 一定不会来重叠这一区 那就是说我说好 你这个一推出去对不对 当然现在正在推 还推要多有我们不知道 推出去以后好 黏在一个相对高的话 如果它出现一个横台震荡 那我们就判断 它肯定是走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那这个结构什么结构 就是C波它会走五波 现在一二那个三如果走完 那还有整理一个四 第四波它应该是一个横台震荡 然后完了还有一个第五波 那这个一二三四五波走完 等于是大三段 ABC这个C波也走完了 走完那时候还是要拉回 我说今年就是一个大震荡 该拉回它就会拉回 拉回就是提供另外一个机会 所以你 我说一些今年的一些关键的 中线的转折 好好的掌握住 来应付绰绰有余 会应付自如 今天盘就这样 今天盘就这样 好 那刚刚跟你讲 我说那个如果是C 讲这一张好了 如果它是C波 C波C之三的往上出去的话 对不对 这种结构它回来 绝对不会来重叠这一区 你只要看它推出去 怎么没有很久 就马上来回来重叠那一区 那就结束了 结束怎么样 就是一二三四五波结束了 结束以后怎样 我说那个A波结束 那个比较紧张 还有一个B波反弹 那这个AB的部分 这两个波 这两个形态 你要注意怎么样 手中的一个持股 要懂得调节换骨 懂意思吗 该避开的要避开 那个C波现在要避开 因为我们判断这一个卖动走完 它拉回幅度会稍微大一点点 那现在走完了 那现在这往上推而已 刚刚是起推 那你看今天 这个三月八号 昨天推到15894拉回来 好 那这个拉回来 头发这种拉回来 老师现在是结束了 我判断了 以目前这个架构来看 这边有一段拉回来 这边又一段结束又拉回来 所以单单就这个卖动都 我看就还没结束 所以这拉回来你要注意它的买点 这我拉回来 它第一个拉回来 然后又一个横台 照理有一个小ABC 那最漂亮一个A 然后今天B横台也走完了 如果有一个小西坡 那下来这个漂亮 那其实很简单 1 2 3 4 1 4不重叠 其实那个点位就很好抓了 你看喔 头发这是大盘 对不对 我们看小时线 我们看最后这一段推升上来就好了 就不是从这 这最低点是1535 从这里 因为它几乎百分之百回档 从这里开始上来 你看它是不是类似一个像1 2 然后这一组 它是有一个小的1 2 3 4 5 所以就结束 它它回来自己上去 破一点点这个都OK 你1 4不要重叠就好 等于是这一组 你这个1 2 3结束 你拉回来是1 4不重叠 应该还有一个小5 这个才会结束 所以矽微波现在拉回 应该还是要占买方案 拉回来占买方 这个结构还算清晰 从起乎也是这样看 我是把它画这一个轨道 这个轨道跌破 这个应该是一个3而已 所以它拉回来 拉回来的话你怎么样 还是注意它的买点 还是注意它的买点 这是目前一个 比较细微波的结构 因为你现在整个大方向的 已经缺略了 我说现在往上发展 要不是第五波 不然就是西之三 所以这两个结构都是 这两个波形都是往上的 没有问题 重点我们来看它细微波 细微波长这样 目前是长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拉回 你应该它今天做一个小A 那这个B波应该有一个小横台 再有一个C波下来就比较漂亮 那一个ABC 那再来做一个第五小波 整个结构很清晰 我说这个地方有钱赚 你跟上脚步来 跟上脚步来 这是目前 目前整个齐全的部分 那这样的话 当然个股的部分 怎么样 全力做多了 通过全力做多了 来 很多人来 你会最近会听到一些 很多俄语 这些又不用拍 又乱七八糟乱讲 通过我们结构会说话 一切就先沦陷 就先沦陷 好 你这个结构 你在这个地方 哇 老师它崩盘 那个讲崩盘是太沉重 我跟你强调 我说这个卖动走完 它会大幅度拉回 可是还是紧直于 你看这个长线的部分 它这个大A波结束 你崩什么盘 这大A波就六千点了 已经走完了 跌完了 接下来我说这个就是大B波 大B波它震荡震荡 这一段如果走完 它也是应该是三段式的震荡 这如果再压一次 还是又是更漂亮的 又另外一次机会 如果有这个机会 当然这一段 你要让它先走完 那我说你这一段的话 如果是走西伯西之三四五 还有几段要走完 你太早去往下去看的话 其实很浪费行情 行情自然到底要转折 自然怎么样 我说我们都分析在前面 也不令跟你分享 实际到了吗 还早啊 怎么还早 对不对 还早嘛 那我说老师 那这一二三四五波呢 大中小那怎么办 那第五波短短 我说没关系 它只要拉回来重叠这一区 拉回来重叠这一区 这一区 来我再把它拉它 这个推出去 拉回来重叠这一区 那我们就判断好 它结束 那结束没有关系 这个拉回来以后 它会有个小比波 那个AB 我说就是你处理股票的好时机 都不用太紧张 你有那个结构 然后那个西坡就可能大幅度拉回比较深 那你讲崩盘 大崩盘那个都太沉重 都太沉重 这个盘式结构 大概有它一个发展的一个依据 那我们跟你分析的也都是有所本 不是乱喊的 哇喊 崩盘上三万点两万点 乱喊一通的 不是我们跟你分析 我们跟你分析是不是都 都是有评有据吗 这个建高点是怎么样 是五大坡走完嘛 一二三四五大坡走完嘛 有没有 一万点的行情走完嘛 一二三四五大坡 这时候再推的时候 我们都一路往上再看 有没有 我说这种 这行情非同小可嘛 五大坡走完 那现在这个A坡拉回来 这个最特殊 这种是九坡格局最特殊 这种几乎都 它都没有一个N字形那种 几乎等于没反弹 都是情境间在反弹 而且都压在一个轨道下面 这种最特殊的九坡格局 这种九坡格局其实是这样 最难操作 因为它在拉回的过程都没有反弹 你懂得跟你说吗 都是情境间在反弹而已 那这个A坡已经结束了 这很特殊的结构 所以我说现在就是大B坡 那这有十个月 所以这个大B坡要很久很久 你放心 震荡震荡 万一哪天又震荡下一个低点 又是另外一个机会 就这么简单 这个盘你要把它 你看看我们的分析 是不是都是这样 循序渐进 都是有连贯性的 这叫所谓的有所本 而不是用喊的 哇 要崩盘 哇 要上三万点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好 这整个结构还算清晰 现在目前 结完可以 那好 个股的部分 同样 同样重点还是在个股 同样涨了涨了涨了 这选对才有 那我说本来这个大B坡就是这样 你这个盘 一路往上 你也是要选对才有 一路往下还是一样 做多还是选对才有 这也是一样 选对才有 现在往上来已经过高了 还是要选对才有 所以是你怎么去操作的问题 重点 跟大盘有点关系 其实好久以前 在去年10月25号开始 我说大一波落底以后 接下来走那个大一波 就跟你谈到说 其实从那时候开始 到现在 你其实个股 你如果纯粹只操作个股了 你根本根本就不要去管大盘 有没有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在这个地方 一路跟你讲 甚至在这里也都跟你讲 我说你就算它拉回 一样你都不要去管大盘 如果你是纯粹做个股的 当然你指数的部分 那个价差就很大 当然就要去拿捏 那你个股你不用管了 选股的问题 投票就选股的问题而已 来 4977的重打 我说2月23号 我说我们要带会员买在这个 第三波的起张点 投票这个是现在进行室 漂亮 今天又在冲高了 今天已经过了这125 然后128了 这个地方我说它这边 前面有一段推升完 ABC结束 这个有一个小推动 我把定调为一个出生段 出生段它伴随而来第二波 拉回稍微深一点点 大概0618来到107 这个地方很多人在那边杀地杀地 重点不是你要看得懂 它是一个135小波 拉回来二 我说这个地方我要带会员买在 第三波主生段的什么 起张点 有没有 那在哪里 来4977的重打 投票你自己看 这一段在这里 我说从这个地方 推了一个12345小波 我说这是一组买东西 这种结构就是买的 这种其实我都把它定调 是一个出生段 那拉回来次第四浪去 在这一区107在这一天 我说我要带会员买在 第三波的一个起掌点 就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那今天来到128了 投票今天来到128 这边107 今天已经来到128了 有没有大获全胜 有没有让会员失望 大获全胜 投票大获全胜 2月23的重打 2月23的重打 有没有 3月3号来到114.5 他在底下停了几天 3月3号开始启动114.5 3月6号123.5 昨天功告几乎快涨停 前天功告几乎快涨停 昨天休息一天 今天又功到多少 又涨了6.6% 来到128块钱 又创高了 投票今天3月8号 投票今天大盘其实不好 一开盘其实是跌了100多点 那他你看他那个还是涨了6%多 497的重打来到128块钱 那我说他凭什么 凭什么可以推 我说这个出去的话是一个祖生断 是一个祖生断凭什么 我说你仔细一下 仔细去看一下他后面那个营运动能 就单单元月份的 差不多单单元月份的 一月份的那个工作天数是只有一半 几乎跟去年比只有一半 那只有一半结果你看他的 差不多一月份的营收 他今年的一月份 你自己看他过年很久 所以大概只有一半的工作天 跟去年比近来还大幅度 YY还成长77% 将近一倍 差不多这都陆续在成长 这陆续在成长 已经一半 那反应在EPS上面 也确实不错 第三季就有两块钱 还扣掉三千万的业外损失 加上去不止了两块半 有没有 那所以我说你看 他的营运动能 第一个 support他可以走出这个叫做什么 祖生断 那你看准了 你要去动作 而不是每天当面讲说 我什么时候跟你讲过什么股票 现在又创新高 什么时候跟你讲过什么股票 你要去做才是重点 要去动作 讲过股票真的太多了 这十几年录影下来 讲过股票真的是太多了 你总不能拿以前之前很久以前讲过的 然后你看我给你讲过什么股票 现在又创新高涨到哪里去哪里 现在又涨什么股票 现在又创新高涨到哪里去哪里 讲过股票真的太多 每个老师讲过股票都找个几百档 你不能每天把他几百档 然后其中挑出来 今天涨的就拿来讲 你看又创新高哪一档 那个都不是重点 都是投机取巧 那个都是投机取巧 跟会员一点关系都没有 特别这跟会员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今天带会员是要带会员赚钱 他等着我的callion买进卖出 就这么简单 那你要带他买带他卖 你介绍有什么用 没有用 没有用 要去动作 特别这个动作才是最难的 操作 分析都很简单 其实那个动作才是最难的 相信你做很久应该很清楚 在金融市场如何去动作 去操作那是最难的 分析分析很简单 有时候用猜的用喊的 都有二分之一的机会会对 为什么 因为唐经不上就下 都有二分之一的机会会对 所以很多人乱喊一通 你不要以为他很准 那都有一半会对 对不对 对的机率很高 可是重点是他怎么对的 他都不知道 我说我们的分析绝对有所本 整个来龙去脉 他怎么样 都要有严贯性 这叫有所本 有没有 那重点分析完以后 你要按纪律操作 要按纪律操作 这才是重点 没做什么都假的 没有用 他长到两百倍也跟你没关系 对不对 重打 有没有 特别在他还没动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们就一直跟你谈 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不觉得 带会员去买来这个 要准备相对地 然后是几乎要 我说大概会是第三段的起上点 特别今天已经拿了128 又大获全胜 长了6.6% 有没有 没有让会员失望 没有让会员失望 好来 艾逊 这个结构是 其实是很明显的结构 我都把它定调是一个出生段 这一种缓步攻坚这一种 然后它又横抬 你看它这种攻坚以后 出生段它就横抬下不来 那种二 这再来就是一个三出生段 这没问题 而且这个结构都大概 延续是正在走 就这么简单的结构 这没什么好分析的 我们讲坦白话 那也是在于它后面那个营运洞 也是出来了 头部也是出来了 3088 头部第四季算两块钱 你有没有看一看一看 第三季也是两块钱 可是第三季有一点业外的获利 所以实际是没有 可是第四季就扎扎实实 就是两块钱以上 2.12 这也是2.12 一个股票单GPS两块钱 这七字头你不买 对不对 这七字头你不买 有没有 爱逊 那我们当然就买 买了以后你看 3月7号就涨到75.4 今天涨到79.4 今天涨了8% 头部今天涨了8% 今天3月8号 今天涨了8% 今天大盘本来点了100多点 全股的功率就从这里看出来 头部今天涨了8% 我们跟你谈的都是 我们会员的现在进行式 不是突然我是跟你介绍 那没有用 我们跟你谈的都是 我们会员的现在进行式 头部就是3088的爱逊 很明朗的 很明显的 这是一个主生段的结构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不用我再多做罪述啊 那这是一个表态就简单 它就是一个主生段的结构 你要注意 有那个主生段结构 每次都是这样 拉回会 可是都是小拉回而已 小拉回你要懂的 就要站在买方 就这么简单 那个这个 这一档就是新加的嘛 哪一档哪一个新加的 就是我说的这个特会啊 我说这个是2月24号我们统计的 2月24号统计 那时候十笔的操作嘛 这一笔都不能漏掉的 每一笔每一笔 全部都结算下来 只有一笔负的 九笔剩的 总共我们没有算多少钱 我们都算%数 这样累积起来有108% 那当下还有一笔 一档是获利续报的 就是九页PP嘛 这也都跟你公开操作了啦 那这两天我说 我们又多了一档 前几天我就跟你说 我们又多了一档获利续报 就是哪一档 就是艾讯啊 就是艾讯啊 3088的艾讯啊 哪一天跟你讲呢 3月6号 3月6号 您只要看到这个图 这个有日期 这个就是我当天有做动作 有做动作 3088艾讯 对不对 那时候买72块多 那也到75块多 今天到79块多 又是在什么呀 获利续报了嘛 又是在获利续报了嘛 我说我们在统计这个 绝对都是一笔一笔这样子 真枪实弹这样 绝对不可以漏掉一笔 一笔一笔统计 所以那时候 我没有再重新做 我说那时候 前几天有的时候 他目前是两档在获利续报 两档在获利续报 有没有 绩效又更加往上楼 又更加往上楼 对不对 我说这个你认同理念 跟上脚步来 跟上脚步来 有没有来 今天来到79.4 差不多今天大涨了8% 大涨了8% 3088的艾讯 差不多我们挑选了个股 后面的都是有它的数字的 不是很多是空爆弹 那些空爆弹 尤其最近在涨多 你要注意 那个时候一拉回就是拉回楼 你要特别小心 要特别小心 好 这3088的艾讯 对不对 3088的艾讯 来 那这个葡萄网 我说你比如看这一段 就单单这个推动 它就是一个小的1234 拉回海外再往上 这都不是高点 这都不是高点 那你这段怎么解析 老师它是123 这边整理4 没关系 这5-12345 这个第五波 那这边如果一组 那有什么关系 一组那有啊 那就是3-123 一样我们有时候 它那个波形会发展到说 有两个可能性的波形 那两个可能性的波形 都是告诉我们 它要往上 那你就全力做 对不对 那你就全力往上做 如果说 它好像有一个波形 已经结束了 因为有些那种结构 会比较模拟两可的 没有那么清楚的 可是有一个波形 它还在走 那一种 那你就不要做 就这么简单 可是它这两个波形 都告诉我们 它是往上发展 那你就全力做 对不对 那就全力做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头部就这么简单 来 就葡萄王 昨天187 今天189 也涨了两%多 也是几乎要创高 头部也几乎要创高 虽然不多 可是慢慢的推 慢慢推 来 那这个金军是比较慢 它这个三结束 最高是它646 也还好 来 硕天也是 这个比较慢 这比较慢 可是它走得比较扎实 慢慢走 最高到134.5 来 那是何琴控 昨天在跟你谈的 我说是应该有机会 另外一段推升 它这个也是推得很慢 推很慢 今天也还不错 今天来到41.15 至少我们选的个股 今天在大盘重挫 拉回的过程 我们选的个股 还都在往上走 还是都在往上走 好 对不对 好 那9APP 这个就从底部 慢慢再推上来 那时候 这又买得低 113 隔天就127.5涨停 后来就136了 对不对 现在在获益序 它现在就在这个地方 6741 它这一组走完 它在那边在那边整理 这个结构还是漂亮的 还是漂亮的 好来 那这个神准有没有 213的时候神准 这拉回来288 那一天你要买 买了以后它第五波会出去 出去完以后就要注意 有没有 213的神准 那天我们买到买293 最低288我们买293 然后就一路涨到361 通过这个213买293 就一路涨到昨天的361 今天多少 333 一下跌那么多 为什么 我说那个第五波出去 你要特别特别小心 有没有 我说它12345波 而且这你看这第五波 你看那小时线就很清楚了 头部这种小时线你还做 12345 这个已经就 这一波就暂时告个段落 它就是要整理了 有没有 这都讲在前面 头部都讲在前面 那我说我们这一个就短线 从这里已经买 这一段先转了 先转再说了 先放口袋了 已经都放口袋了 对不对 好那你看 它今天突然就拉回来那么多 所以这些结构 头部这些结构 你可以把它学起来 学起来怎么样 这个进化不安站法 这礼拜天而已 头部已经是没几天 年度了一个技术班 头部如果你兴趣 赶快来报名 赶快来报名 还有一些位置 那这个主要是讲这一本 进化不安站法 那这个还有搭配 六片的教学DVD 这个书本跟这个DVD 你要先把它拿回家 先把它看清楚 看清楚完呢 礼拜天来上课会比较轻松 也比较 我在教你可能也比较听得懂 那教完一整天的课程 早上我会把这个基本 都把你教会 这些东西都把你教会 下午的话 我有准备二十几档个股 每一档个股都是空白的 你要自己能够把它标示出来 你看我那个图长画得很漂亮 你要有那个能耐 看到空白的东西 你自己把它标出来 那现在画完以后 接下来要走哪一个卖动 那我会一档一档 把你教会 那你要考试 我有标准答案给你 所以你认同理念 这个课程非常值得你来上 非常值得你来 有兴趣的赶快来电洽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二十四小时帮您解盘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年多年 破浪理论 手创进化破浪 更甚破浪 管如阿基敏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虎式的起跑点 军船线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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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同步 真心照顾 黄老师波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迹象 超值2.0 买鱼送吊杆 股市长盛军就是你 资讯专线 02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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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同步 真心照顾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限车道 让多限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回到节目线台 特别有这个3月12号 一整天礼拜天的课程 年度技术班 这个欢迎您来电报名 学东西要把它学到精通 学到精通 那我说这个呢 九成就这连续十笔的交易 那现在目前还有两档 活力序报 现在绩效又更往前冲了 等不过今天这个绩效又更往前冲了 目前有两档活力序报 这认同体验的也欢迎您跟上脚步来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订阅台股好事多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每周产业分析 专业分析师为您解析 扫描QRCO订阅台股好事多 让您不再错过精彩节目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研多年 破浪理论 首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知名尊线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谈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头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